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有接连三个台风要清洗 世家农民们已经抢收过一次了 这次台风让他们急着出货 不然公路交通要是中断之后 可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21号这一天 每个世家卖场都是这样的景象 世家一栏一栏全部排在地上 风枪猛喷没有停过 防状包材一张一张放在纸盒里面 因为要出货了 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 台风要来了 讲话比平常快300倍 几乎快炒起来 再不赶快包装好 根本来不及出货 万一再碰上交通中断 世家软了烂了 都算自己的 蜡烛两头烧就是这样 明明已经来不及包装 宅配车还提早到 宅配人员真的也很可怜 世家农民都想赶在台风前运送 整天电话接不完 早到晚到都不是人 台风前的世家卖场急紧 每个人委屈都往肚子里吞 只要别造成灾害 下次农民交货 宅配收获 大家都还有时间坐下来 喝杯茶 记者赖永成台东市报道 感谢观看